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飛俠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五角大樓的新報告 說中國有激光武器, 像高達一樣可以摧毀新衛星 其實我想說這件事是11天才發佈的新聞 其實我在大概前一年已經見過這個新聞 因為中國射衛星上太空可以用激光掃除太空垃圾 原因是太空實在有太多垃圾阻礙著衛星走來走去 所以他射衛星上太空掃除太空垃圾, 讓衛星可以走走 當然他掃得到垃圾, 即是掃得到別人的衛星 所以這件事一早就已經說了, 不是新的 當然, 為何到這個時刻才說呢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國極限施壓的其中一個手段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他要製造一個中國對美國最大威脅的感覺 其實是對民眾做的, 令到共和兩黨都會很一致地 槍頭對外的時候都是對著中國 所以要這樣做的 其實那支激光呢, 我有見過說是很準誠的 說很細微很細微, 它的編測率很低很低, 即是說CN5 即是說射中的射中的, 說到是這樣 也就是這樣 但是呢, 它這裡一早就報告說 指說, 中國就有 俄羅斯呢, 就還發展著 其實俄羅斯其實發展著很多這些古靈精怪 這些什麼Hypersonic的 或是水帶導彈, 即是說 這些製造所有類型的都有 即是它說到 但是其實呢, 沒有什麼人見過 是否真的,即是沒有間諜的照片說 它的彈性很厲害,其實俄羅斯的軍事 其實已經沒有錢發展了一段時間 所以俄羅斯對軍事上是否有很多威脅呢? 我又不太相信 其實他們為何要製造這麼多威脅呢? 其實最後都是去到不行,是否真的禁核彈 這些其實大家都是課分的 即是說很多破壞性低的武器 即是說,會不會不敢一個小子按整個地球 走去龍珠的元氣彈呢? 即是他們經常做一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很可以有效地精準地打擊對方 其實你有個大制,你甚麼都可以的 你做甚麼武器都沒所謂的 最多不行就按大制 這個就是大家的博弈上 即是軍事上的博弈 其實你做很多武器出來 是否真的說 是用來打的時候真的用呢? 其實因為你有大制的 其實其他武器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大家都是靠客的 其實背後都很大程度上 譬如俄羅斯、美國等 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恐慌去賣軍火 不是說真的純粹是覺得 我覺得因為地緣政治上很大威脅 我要怎樣去生產武器 保護自己 其實一去到大制那一刻 已經這些不是真是很重要的 對很重要的是甚麼呢? 是對他們背後的支持者 其實俄羅斯、美國很多時候 這些武器的銷售的人 也是他們做很大的金主 他們要一直賺食 即是這麼多年都是的 一直賺食的時候 他們會做很多這些 製造恐慌的手段 令到大家去賣軍火 即是買這些軍火 其實說真的 你想想 現在 只是台灣、日本 即是他們一來部署軍事設施 就是他們對付中國 二來就是 其實他們賣給他們 也會收回很多錢的 即是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即是他們賣F-35 即是他們只是去以色列 即是他們去這裏、去那裏 部署一些基地 中間要收保護費 其實只是那些林林總總的 他們都在那裏收回不少錢 其實 所以 有時候我覺得 軍事上 有時候美國和俄羅斯 真的做一場戲 中國 就真的有心 catch up 因為 經常被人拿著槍子的頭 真的不太好玩 所以中國有時候發展一些 新型武器 真的有心 catch up 但如果你想想 大家其實 都不用多說 如果真的看看 那些簽20 對F-35的樣子 真的 當你是模型迷 玩具迷 你看看 樣子 都會覺得 人家的F-35 厲害很多 即是 那些 那些 樣子的設計 感覺上 即是 人家已經簽20是最新型的武器 那些什麼Soul 我忘記了三十幾 那些其實全部都已經是 一些很新型的飛機品種 對於中國和俄羅斯 但其實你看到它的樣子 別說其他,只是你看到它的樣子 你都不太相信它夠一個F-35打 F-35 身後是美國最新近的 王牌平民戰鬥機 你可以這麼說 它的科技上真是頗領先 它好像高達的浮遊炮 一架機可以控制很多無人機 由它的頭盔去指揮 它的頭盔又好像高達的 有360度的頭盔 它真是很科幻 它的頭盔有360度的資料 一路向前後的資料也有 亦都可以一架機控制 可能十架機的群組去控制 而它的頭盔的指令 可以看到 即是可以看到 即是可以看到 這架不是,這架是,這架是,這架是 這架是 最可怕的地方是 就是它有一個AI功能 就是 你的機師沒有反應的時候 它在後面 自動導航 它在後面偵測到 有飛彈來 機器會自己會避 不用你避,它會避 其實這類型的東西 暫時在其他的 軍機上 應該是未有很先進的 部署 通常的報告都是說 千二十比較難駕駛 千二十比較難駕駛 機師覺得不太好 其實通常 別人的機器 仍然說 不太user friendly 的時候 它已經去到一個點 就是 我 有AI 即是 有AI在機裏 即是有一個 DEEP BLUE 的產品 都不要說到它 AFA GO 即是 進入了很多不同的戰鬥數據 對別人的機種 飛行模式 戰鬥模式 還有它也有所有數據 說 目的地在哪裏 目的地的樣子在哪裏 去到 是否會自己扔 那方面的數據已經有了 別人也做到垂直升降 即是無緣無故在沙漠下也可以 沙漠上也可以 即是在不同的惡劣環境 它也做到升降 雖然 其實AFA GO 有時候 一開突 有些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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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這些個別案例 相對 好像TESTER 小毛病多 但是有很多 新奇新意的環節 當作平民渣 雖然 這方面 其實 在戰鬥上的事情 它真的很先進 空中上的優勢 栽什麼彈 各方面 你真是無可說的 但是 你落到陸地 究竟怎麼落陸地 又永遠是一個問題 你佔居的地方 要落陸地 你不要說 死罩爛爛 你不會走去找他 如果落到陸地的美軍 可以不可以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人可以說得通 因為 在美軍 在那些戰亂的地方 其實 都是 你說不是經常殲滅到別人呢 有時候都是扯戰扯退 有時候都是扯戰扯退 捱得久 都是一般的 因為 人家的士氣 真的很高黃 說真的 打中國 真是難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的民族性 有多強 對抗敵人方面 除非殺到極端 極端 在那邊埋身的時候 民族性是這麼強的 中國的打法就是 黨說什麼 就是什麼 但是 不是一種自發性的團結精神 愛國情緒 愛國精神 很多時候是一個 指揮式 由上而下 勞性比較強的情況 而別人國家的愛國情緒 可能是比較自發性 英美 那些歐洲式的 就比較自發的 愛國情緒比較多 所以認真打起來 就是 落到地之後 是有懷疑的 如果不是 那些日本人打的時候 都不會 那些海奸多到這樣 但是 就是 這些另作別論 不過 就是說這些武器的事情 其實 實際上 中國一直說 中國的武器很精良很精良 如果中國的武器很精良很精良 為什麼在貿易戰的戰場上 又突然跪得這麼厲害呢 這是另一個要大家想的問題 因為 這些武器這麼碰 其實 哪個大力 哪個是忌安 就沒有人那麼害怕對方 尤其是你不是忌安 和忌安這麼大的人 你也不會很害怕忌安 理論上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 是不是真的去到 他報告這麼誇張呢 根據經驗 當時打伊拉克的時候 美國人都說到 伊拉克的武器很厲害 那些飛模推導彈 我小時候看 經常都說 飛模推導彈 長期的彈頭都持有生化武器 但是射到他 射到他 射到他 隔離亞 科威特 都是沒有的 而且是有些不爆 即是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 就說到很精良 然後殺了撒達武 但其實 他們 是沒有 沒有任何生化武器的事情 即是他們打擊對方的 辦法 就是講到對方有很可怕的事情 很令人可怕的事情 之後就要自己作為出兵的理由,維持正義 我覺得這些都是純粹的異味比較強 因此中國在軍事上真的很精良 其實中國要打台灣也很難 究竟如何抵擋美國呢?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你想想在日本的基地只有飛機的F35已經難受到 如果沒有你攻佔台灣,你想想有多少人分析過 是否做得到呢? 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大家看這些激光射、衛星 當它高達就算了 因為真的就算做 我相信當然是 一開始應該會把衛星都關掉 這是鎮定了天眼 但是同樣道理,人家都關掉天眼 然後地上就開始開 那你會怎樣呢?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 定位不必定 即是你飛幾架無人機出去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再定位 對於是否真的沒有衛星 是否就是沒有全身的衛星 即是他們都要繼續計算 究竟沒有衛星會怎樣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又 真是靠客多 所以大家看完會不會 即是說 這兩點都需要大家留意,他只是想說你很強,所以我們必須統一起來對付你 另一方面就是,我做些事情希望可以制衡你,但其實實際的行動是好笑好笑的 如果大家對於經濟軍事上有興趣,也可以留言或訂閱我的頻道,拜拜!